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将门读后官宣启动,两位女主候选人爆出,谁才是你心中的神妙,分别是赵丽颖和李沁 最近几年,网络上高人气小说被影视化的情况不在少数 凭借着作品本身的流量,在选取几个高人气的主演,很容易就打造出一款热播大剧 如今有消息爆出,将门读后也将提上日程,不日开启影视化 将门读后官宣启动,两位女主候选人爆出,谁才是你心中的神妙 将门读后是一部风靡网络的古代言情小说,以女主神妙前世被害 而后重生复仇为线索讲述故事,是一部近似大女主的作品 根据日前爆出的消息来看,该剧已经正式启动,并且确定了剧本大刚和暂定的女主人选 该剧毕竟是一部类似于大女主的作品,因此率先要确定的,必然是女主的人选 据悉,将门读后暂定了两位人气比较高的女演员,分别是赵丽颖和李沁,对于这两位演员想必大家一定很熟悉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他们二位都算得上市影视圈中的佼佼者了 赵丽颖出道多年,主演过的作品真的只能用数不胜数来形容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楚桥传》 《花千古》、《老九门》、《青云志》、《陆珍传奇》、《山山来了》、《蜀山战记》等作品了 赵丽颖作为最成功的一位85小花,不仅剧作质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拿过的奖项也是不计其数 甚至一度被称为收视女王,她在影视剧中的造诣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而李沁虽然在人气和地位上不及赵丽颖,但是最近几年的发展却非常好 2014年凭借《花开半夏》、《千金归来》获得了国剧盛典最剧潜力女演员奖 自2017年《楚桥传》之后,她演绎事业之路可谓是越走越顺畅 不仅出演了《白鹿元》、《庆余年》、《狼殿下》等多部作品 人气也是与日俱增,如今已经是妥妥的一线了 不过,作为一部剧主角的选择不光要看演员实力和人气 还要参考角色本身的形象,演员贴合角色才是最佳选择 那么,要想知道赵丽颖和李沁谁更适合江门独后的女主 首先要了解的便是沈妙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沈妙是沈家嫡出的吴小姐,前世因迷恋君王 倾尽所有筑旗大业,可是攻城之后却被冷落 最终惨死后宫 重生之后的沈妙真静柔婉 气度非凡,易改前世的草包形象 那么,在经过以上对两位女主人选的介绍 在对比原著对沈妙的表述 大家觉得赵丽颖和李沁谁更适合出演这部《江门独后》的女主呢? 或者说,大家心中最适合的沈妙人选,又是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 twitter加菜